小朋友 那我们现在打开耳朵 一起来听另外一个属于台湾的童话故事 海上女神妈祖 哎呦 这个孩子怎么都不哭的呢 妈妈怀里抱着的小女婴 姓林叫墨娘 她总是安安静静 目光清澈 神情安详宁静 墨娘从出生到满月 连滴眼泪都没有流过 有个小村庄紧铃大海 村民已捕鱼为生 墨娘一家也不例外 墨娘常会听到不同的阿姨哭喊 或是玩在一起的朋友脸上附着阴霾 海浪无情 时不时的会吞没陶海的渔民 这个时候墨娘心中既苦又酸 忍不住陪着他们流眼泪 有一次墨娘最好的玩伴阿顺 悄悄的对他说 我希望爸爸回到我身边 但是回来的只有船 阿顺的爸爸为了治好他的风寒 在海上多待了几个时辰 想要捕到更多的鱼去卖钱 但是被风浪打进了海里 阿顺的妈妈哭得呼天抢地 让他忍不住也红了眼眶 过了几年 有一位玄通道人 把法术倾囊相授 仔细地交给墨娘 墨娘的领悟力很高 又有慧根 不久就把整套玄为密法学会了 从此能欲谱及凶 为村里的人消灾解惑 就在某一天 墨娘获得了神仙赐给他的青铜符咒 让他可以使用符令驱邪救人 一天下午 墨娘的爸爸和哥哥都出海去了 只留他和妈妈在家 墨娘一如往常的在佛前焚香住岛后 就坐上织布机开始织布 但此刻他的心思却飘往了海上 这个时候大海正刮起了狂风巨浪 林家的小船载幅载成 眼看就要灭顶了 船底破了洞 海水咕噜咕噜的灌进来 墨娘的爸爸和哥哥神情紧张 努力想保持平衡 父子两心想着 墨娘啊救救我们吧 这个时候坐在织布机前的墨娘 双眼紧闭 紧紧抓着基柱和木梭满头大汗 神情紧张又痛苦 墨娘的妈妈正好走进房间 她吓了一大跳 墨娘你怎么了 妈妈抓住墨娘的手臂 使劲的摇晃 娘 墨娘一睁开眼 泪水就活缩缩的落下来 哽咽的说 爹平安无事 但是我没有抓好哥哥 不一会儿 邻居就传来消息 林家的船在海上遭遇风浪 爸爸平安获救 但是林家的长子 不幸溺斃 墨娘为普先知 神通广大的名声 渐渐传到政府官员的耳中 有时请她来祈雨救汗 有时请她来救助水患 还收服了海中作乱的妖怪 因此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们 更加尊敬墨娘 后来她的信徒总是尊称她为 妈祖 直到今日 许多沿海地区仍然流传着 妈祖的各种神迹 而妈祖也成了台湾人 倍感亲切的海上女神 故事讲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